这是恒道佛首居金饼店 这是在恒道盒子 非常出名的一个 然后四周呢就有很多 就是名称类似的 就各种金饼店了 这边就是高速也是刚下来 恒道盒子那个高速口刚下来就是 现在我这金饼我是给打开了 现在是正值人员一层的 可以看一下 这是真能透过去 真能透过去 真能看着后面的字 这饼有多大呢 铺开了 这一层看下面字清清楚楚的 而且这么这么顿呢 也都 现在现在新上的这个啊 这个是现在正盖的是东北的就傻袍子傻袍子 哎 就是这个袍子肉 这是只有牡丹江这一带就临海血缘这边才有的东西了 看看这肉什么样 质感好像和这野猪肉好像看不太大区 但是熬肉比野猪肉颜色深 感觉好像肉质更细一些 等会尝一下口感 现在是吃的差不多了 从剩下的菜量呢 就能看出来哎这个口味啊还是哪个菜什么情况啊 所以这个这个桃子肉啊就他肉很像那个那个猪肉就和旁边那个野猪肉蛮像的 然后那他这个有什么说不好的一个味道吧 就是山野那种那种味道 我可能是吃不太习惯 然后肉比猪肉来讲呢就更有韧性一些到更细腻一些 也不知道是他做的问题啊还是怎么还就是更难嚼一点 但是毕竟是就是山里的这么一个菜馆嘛 也不能叫做菜桌 他从那剩菜量就能看出呢 就是这个筋饼是很好吃的 就是高度产役的一个筋饼啊 然后所以包着那个土豆丝非常好 然后这个鸡蛋呢就就是 很好吃 然后这个他这个 你觉得是不是这是叫什么豆腐 豆皮啊还叫什么这个 签章啊是什么的就是各地叫法不一样嘛 干豆腐这是东北叫法这个是也是不错的 就是味道很有很美味的那种 干豆腐的那种味道很不错 就当地的视频吧 这个这两个肉菜呢就 从那个视频里看的剩下的稍微有点多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店铁 都不可能会让以下来 这个地方不可能会让他们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合体 那这个地方很难以为 这个地方理解 我觉得 对 为什么 我们就喜欢 这心一看 我们 我们 大家 有点 要 就是 我们